我非常喜歡天主教方濟客教宗的一段話 他說 最大的權力就是服務人 牧羊人應該要有羊權的力量 換句話說 權力的存在是為了服務人民 甚至講更直接一點 只有服務人民的時候 那個才是真正的權力 而且是真的 擁有權力的人 要跟人在一起 我們也想見 沒有一個牧羊人 身上沒有羊群的味道 也只有跟羊群在一起的牧羊人 才能夠成功的好好用途 同樣的道理 執政者也必須如此 潛聽民意跟人民在一起 了解民意的需求 才有可能施政得到人民的支持 也請大家捍衛專業 每一個合員 都是一時之選 權力的服務 該提出新的對策 就請提出新的對策 該鬆還法律 請鬆還法律 請你們法律 就是希望你們能夠劃回你的專業 用行動 代表 加上 創新 讓整個施政的成效 能夠 充分發揮出來 出現的對策 由於大陸 以為你們能夠劃回你的 對策略 也讓我來佔了 四個月 集合 請你消息 你消息 你消息 你消息